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别诗,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找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日本是不是醒悟了 我们之后还有节目会讲讲岸田文雄 反从美国回到日本看来过小 日本媒体都说,好像外交搞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这么差呢 我们之后再讲一节 文意都是差 一个道理很简单 早前,不是早前,上个星期不是南韩选举了 大马sir一直说,你跳了舞 其实那些民众都是当你是臭科了 为什么呢 因为民众感受不了我们跳了舞 如果你跳了舞,即是在拜登面前唱歌跳舞 这样,有些实力给民众 可能他就觉得你去得对 但是,当然他说我们达成了很多外交协议 又可以压制一些 看来民众关注的焦点就不在这里了 没错 所以民意仍然是这么低迷 说回日本,他发布了2024年外交蓝皮书 我猜不到,我以为我看错眼了 因为我看这个共同社,原来共同社也说 公同社当然他们刨了整本的记者 时隔五年,重新中日战略护卫关系 那又是跟台湾说的相反 台湾地区不是港 是相反,他经常炒车的 又不是第一王 还有,我觉得最沦落的就是我和大马sir都分享过 就是老肖和我们救台 为什么这些题目都学习了自由时报 什么99点几日之后,什么心碎 哎,你真是麻烦了 这么沦落要 不不不不,老师一说台湾的view数也很低 不知为什么 觉得他狗说死了 我想就是这样 anyway,怎样都好 原来日本外务大臣尚村洋子 在当天 你记得这个尚村洋子 台媒说他是抗中派来的 好像没有 不过你可以说他有敌心入 只欺骗你 到时可能向大陆发动攻势 什么攻势 自力是你啦 你真是有敌心入 要签合约的 协议都要签合约的 你打算是把自己的顺余押上去 把自己的双余押上去 不要紧,抗中就行了 报双余也不要紧 台湾地区是否这样 没错 看回这个当然 我觉得 都是我们说笑而已 因为事实上每个国家都要他利益着想 你常说什么 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这句话你说他错了又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台湾有事 究竟日本是怎样 他第一件事就是撤桥 我们说过 他们自己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他第一件事就是撤桥 他撤桥 这个就是那份外交 藍皮书他们叫青书 其实就是翻译的藍皮书 原来 就时隔五年之后重新中日战略护卫关系 并且强调 是建构稳定还有建设性的中日关系 是重要的 不是好像你这么说 对抗老共先最重要 帮我们 没痴得就痴了 原来日本外务省 外交藍皮书也总结过去一年国际形势 和日本外交政策的变化 关于中日关系 这个文件就认为虽然 日本和中国之间还存在着很多 圆而未决的问题 但是保持建设性稳定关系 对双方都是非常重要 双方需要推进战略护卫关系 其实中国也说是 大家应该是再走一步的 因为去年 去年其实中日 亦都是重新确认全面推进 是战略护卫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因为你知道去年11月的时候 其实中方就发布了习近平主席 会见日本手上岸田文雄的消息稿 就说大家是互推关系 那算不算是头头暴力呢 我不敢这么说 但是我都觉得是的 但是有些人说 那他回应而已 那现在回应就是正面 他可以写 我们不需要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 如果你看黄媒陆媒 你就以为这个世界这样走 其实说真的 什么关系都假 大家都要为自己国家着想 我们经常说 有些东西 你就不要相信俄国佬 也不要相信伊朗金正恩他们 但是 为什么他们有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要走得近一点 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 你难听一点 可以说利益 但是 这个也是现实的 外交就是这样的 与此同时 其实日本的媒体也说 外交蓝皮书也表示 是鉴于当前的困难战略环境 日本都会推进 和美国和菲律宾的具体合作 这个他是这样的 一向都是这样的 那和美国一向都是这样 但是和菲律宾 我相信就是美国佬叫他 看上个星期 岸田文雄就访美 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面 美日领导人 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也说 美日战略合作迎来了新时代 将致敌于建立一种符合目的的 全球安全伙伴关系 应对复杂和互相关联的挑战 原来 当然 他们就说美日同盟 自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升级 岸田文雄也认为两人 也讨论了台海局势的问题 美日将继续密切关切 应对中国有关的挑战 但是岸田也确定了 就是明确说 继续和中国对话 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性 现在这个时势很过人 大家有很多沟通 但是实质的事没有 其实这件事是设为难 没有了 整个态势 气氛是向良好发展 但是实质上的推进 应该不多 应该不多 不过也不要紧 有得谈我们经常说 有得谈总比没有得谈 因为始终担心拆枪走货 原来驻日本的大使 当时是中国 也说驻日使馆 法人都说 日方不顾中方反复规券 执意在美日领导人会误同 联合声明当中 大肆操弄涉华議題 严重干涉中国 是损害中方利益 日美仍是大幅强化军事 同盟渲染 是阵营对抗 这样会推高冲突风险 威胁地区和和平稳定 在这个讲 他11号讲 之后出这份蓝皮书 其实日本媒体就认为 他现在这份蓝皮书 蓝皮书都是要安抚中国的 我们经常说 很多国家 他和美国走近了一些 之后他都会向中国说一些 或者越南就是 你们经常说 什么反中姿势语言诚 越南还派人学习 当然你可以说 他把这些技术拆掉了 是不是这么容易 还有也是那句 越南也担心和平演变 越南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是不是 有些东西他都 他会不会放弃政权 当然不会 对 每个都不会 每个都不会 不会也是正常的 无论什么国家 当然 法人也说 日方有关的做法 违背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 是违背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是强烈 表示不满的 那 坚决反对 已经向日方提出 是严正监控制 这些人说 大陆 你整天只有港字 是这样的 这个是怎样他都要表态 无论你觉得废话 什么都好 他肯定要表态 因为他是个国家 你不要说什么样 但是什么国家 如果是觉得不对 他一定要表态 一定说 没理由 我说 你说 我隐让你 什么都隐让你 之后 我们的说节 就算日韩 美国人叫他们走近 他们有些东西都不能隐让 为什么呢 关于自己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就个个都不会让 最多是跟你说 我们有得谈 那么看回 这个蓝皮书之后 外交部也是昨天回应了 原来有记者就说 就是日本 发布了2024外交蓝皮书 重新中日战略护卫关系 那么中方怎么看 那外交部发言林健 他也说去年11月中日 两国领导人 在旧金山背误时 重新确认全面推进 战略护卫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 也都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 提供了关键的政治人领 日方有关文件 也是沿袭了抹黑指责中国的陈池濫调 圈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无理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你看他该说的一定要说 每个国家都一样 也都说敦促日方 是糾正错误做法 停止挑动和阵营对抗 当然我相信日方 会继续做一些抹黑挑动的东西 真正将战略护卫关系定位 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 一个是遵从道路 潮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和稳定的中日关系作不太努力 这些大概都是估到 事实上他都重新定位的话 都算是一个回应 算是积极回应 你看看其实现在 当然你说西方和其他所谓民主国交民主国的引号 究竟和中国关系是否真的有很多感交关系 当然不是 但是还是会谈 有没有实质进展可能很少 真心说是很少 但是你知道一样 他怎样都要说一说 如果不是 就不能撤到湖南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担心的 另外 亦都有一件事 就说说是日本的公司 是发得很大来说的 这个台湾地区 原来 他们就说日本有间公司招人 就直接写禁止中国人 那当然这些东西是否有歧视成份 我觉得是有的 那就是中国人 其实呢 这三个 这些是六媒 就说中国人在很多行业都不受待见 这个你觉得 你觉得 大把人在西方国家和所谓民主国家 中国人做事 但是近期很少见的 一名日本工作的中国人 在首尋监职的时候 发现一则就说明确止禁止中国人 令他相当不满 痛批这个举动是歧视 我也觉得是的 那即使有仇逸的情节 很多中国人 他就说 依然是装作没有这回事 他就开始这样玩 就说前夫后继 为什么 这个不是仇逸情结 这个是理智 顶你 他经常说到 全世界都是张牙舞爪小粉红 我们多说一百次都是这样说 不是小粉红自觉 习三会听小粉红 会不会留不留人 当然不会 其实他说 你们不是说到有仇逸情结吗 其实理智的中国人是大部分 当然他说 很多人当看不到 那你就当看不到 你很多东西都在大陆进来 你一样卖很多东西去大陆 你够胆 你什么都不去大陆 全都卖了日本 卖了美国 你敢敢 前夫后继去日本 你有没有看数据 其实跟疫情前比还是比较差 留学和工作 甚至直接移民 为什么不行 你们说的 自由世界不要紧 还有这些小粉红言论 其实我觉得 你经常说小粉红 总有话说 那你的小粉红呢 那是不是全部台湾人 像你这样 一名目前在中国工作的中国人 就说自己有空无事做 在网络看一看有没有兼职 看到一个手机编程院 没有想到条件 就说中国人就不请 那令他相当不解 认为这间公司是歧视 没有想到在同样的工作 在这个日本工作 中国人也说这两年 喂 那是什么 你记住 他都说那些中国人 他说这两年有中国人是造假 所以就是人家不请 喂 这就证明了 其实当地的中国人都是理智的 他就说喂 搞臭了 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歧视 绝对是歧视 是否全部是中国人 当然不是 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企业 公司也是这样 你就是把最极端的 最出位的 你说的 旅游有什么问题 其实人家日本也想大陆客人去旅游 你也知道周摩洛哥 是吧 那当然了 有些人就说亲身经验 看到简历除了性别和名字之外 全部是假的 也都证明了他们 是对于这种行为不似 就算是自己同胞 他也觉得不似 那就是理智 是吧 我不明白你吐槽的点在哪 明明这些人 当然有些人跟着大翻译运动 我们不会跟那些人拍子气 这些是很少的 你看看其实他们也是理智的 这件事情 在中国大陆也很少说 因为真的很少人 很少公司是这样的 也说这名中国人 得知自己同胞 曾经做过这么多离谱事 也感到相当无奈 那就是正常 是不是好像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 他们应该是支持这些做假的人 是不分是非 但现在不是 看来他们很分得是非 好像你们就不分是非 是吧 真是好笑 我只是觉得很淡笑 另外日本会不会是继续 他就说这个关系 听上来好像有所好转 就是中日战略护卫关系 但是他们也会派一些去印太地区 当然 一派特种部队 特警队到印太地区 就说 禁止中国 又是说这些 你说他们是否禁止中国 也不奇怪 这件事也不奇怪 但是 最搞笑的是 人家日本就小声 讲语 而且静悄悄做 你以后做狗腿子 他很厉害 要其立喊 其实这些都是虚胁的一种 都是一种虚胁的状况 说真的 你看看哪个国家领导人 是会很凶狠的 杂生的人还说 杂生的人说他像小熊维梨 是吧 当时他跟小杜鲁多说话 就是他骂小杜鲁多 你看看整条片 杂生都是笑什么什么 杂生的 其实根本就是无比地 是温和 当然 他的样子温和 心里很抵毒 你也知道 如果是抵毒 有没有向你发到攻势 世界上很多领导人 全部都很抵毒 以你的逻辑来说 对 因为全部都很和善 内交场合的时候 全部都很和善 是啊 内心很抵毒 全部都很 我看到一个最难看的 就是佩洛西就是最难看的 撕烂那份稿 阿鲁那份稿的时候 我觉得很难看 作为美国三号权力人物 这个很难看 他也这么做 但是他们又不敢说佩洛西 当然 你试想一下 如果不要说习近平 李强当众撕烂了一个文件 怎么说 老共已经目无其他人 天高了 那你说日本 他会不会是完全倾向中国 绝对不会 其实他是为了安抚中国 这个肯定的 那为什么要安抚 他说得对 是护卫利益 你知道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日期 到此时此刻 日期依然是相当大量 在中国大陆 那你说是否搬走了很多 都是 但是数量依然是多得可怕 因为他本来基数大 是吧 还有这个世界很简单 是的 你说日本是否全部听美国说 我相信是 但是他都要顾下自己的利益 有些东西美国给不了他 当然我相信美国有些东西 都肯放给日本和中国做生意 因为他都知道如果他什么都不给他 他国内民情反弹得大 可能他也是麻烦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说的 很复杂 很复杂 牵一发动全身 不是像你们那样 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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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香港 现在是叫做爱国者治港 所谓 其实也有很多复杂 我相信 都是一些角力场 何况是一个泱泱大国 世界第一和第二国家 大家有磨擦 之后大家有合作 有什么出奇邪论去 之后又不知道有什么人去 总之今年应该还有其他美国高官去 最近他们新任的国防部长 中国都和美国方面的军事高层 有视像会议 没错 应该不是国防部长 印太司令 好像不是国防部长 反正是军方高层 你想想 就算伊朗这样 他们不一样找瑞士和伊朗说 伊朗制裁了几十年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一向是很复杂的 不像反中之制已完成 一条路就是反中和不反中 这个非黑即白 其实不是一个正常国 当然台湾不是国家 所以他不是乱叉地说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